前总统马英九在下午的时候来到了狱里探访他的老朋友刘一峰神父 他不仅和文件站长者跳原住民的舞蹈 在参观了神父设置的二手文物馆之后 一时兴起也跟刘一峰神父一起合唱《法国童谣》 两个人互动很热络 一下座车热情的文件站长者立即上前邀约前总统马英九 跟神父刘一峰跳原住民版的健康操 虽然同手同脚或慢半拍 不过马英九仍开心的共舞同乐气氛热热 神父刘一峰与安德二手馆长简东明带领解说下 马英九从里到外绕行参观 并也深入了解二手馆的经营概况与目标 马英九说任其内曾颁发社会观怀奖给刘一峰神父 现在卸任了也特别来看看老朋友 也和神父刘一峰嗨唱《法国童谣》 然后从事很多友谊我们台湾社会的工作 我觉得非常了不起 刚好他从法国来的 我也懂一点点法文 每次跟他沟通一下觉得非常有趣 所以每次经过这里都一定会来看他 因为他对这个地区对整个台湾都有很大的贡献 我们觉得有这样的朋友 真的是我们感到非常的感激 非常的骄傲 前总统马英九二度来到狱里探访刘一峰神父 也参观安德二手馆和大家一起共同乐 看见各界对预理安德的关怀与协助 神父刘一峰也十分开心 大学上退休了可是还继续的关心我们台湾的未来 这位也特别在社会里面 他这一次来是为了真正的表示 他也关心我们在社会里面比较若识的朋友 无论是在我们安德机制中心 一峰园或是在这边 都有一些他们的过去是比较复杂 我们也希望他们到这边来 我们就给他们一个机会 从心感觉到他们有了一个家 我们都是一家人 有朋自远峰来 神父刘一峰热情接待前总统马英九这位老朋友 短暂相聚 情谊不变 与大家共同合影留念 相约再见 记者是玉兰 玉里采访报导 咱俏 咱俏 宏 小